图 佛教常用法器的持用姿势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在早晚功课和日常佛式当中 有几样法器比较常用 其持用的姿势可概括为对口隐庆 合掌目于 照面当子 平胸哈子 捧月手骨 对口隐庆支持时候将隐庆对口 所以叫对口隐庆 右手相抱 打隐庆时 以左手拿 右手积枝 或紧用右 左 手中指 无名指 小指与手掌拿住 并用食指与大指向上勾肌 合掌目于 敲目于时 左手直目于 右手直锥 直目于是以大指 食指 中指拿住 直锥也是以大指 食指 中指斜住 鱼锥头与目于头相对 两掌相对 如合掌式 顾名曰 合掌目于 不敲时 双手扶持 鱼锥在目于之外 两十指与两大指斜住 其余六指将其拖住 照面当子不敲时 当子与当锥一并执在左手 当锥斜在当子反面外 右手抱住平胸 当子对口 敲时左手直当 右手直锥 当子照面 顾名照面当子 平胸哈子使用时 左手托 右手肌 上哈边与下哈边相差数分 则敲时音声当叫响亮 不敲时 两手持平胸 以两大指与两手 持 只压在哈子上面 其余六指托之 置在胸前 顾名曰 平胸哈子 捧月手骨不敲时 两手捧直 锥在骨外 两大指斜在骨内 两十指与两中指托住 于四指还之 宁曰捧月手骨 敲击时 左手直骨 右手直锥 直骨以大指 中指 十指托之 直锥也是以大指 十指 中指直之 向内积之 直骨以大指托之 向内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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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内积之